出段好幾台怪獸開挖 要將佔據了兩線道的貪方土石 做初步移除 爭取時間搶修 而這個路段一號下午 才剛發生大規模土石流 沒想到二號晚間 邊坡又再度崩塌 國道一號南下細紙路段 發生二度走山 而兩地只差了不到十公尺 甚至第二次貪方影響的範圍 還是原本的兩倍 山腳下原本要載運土方的連結車 直接被土石給砸中 車斗震個歪斜 路邊的電線桿葉遭殃 相關單位緊急移除 同時將國道五堵到細紙路段 以及五堵南向入口全面封閉 高工局人員一早也到場會刊 發現崩塌處上方的山壁裂縫增加 加上連日大雨土石鬆動 才會釀成意外 幸好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我們還是可以打相關的黨土之間 這不會受天候影響 禮拜五原來是預估說可以搶通 但是因為又大幅滑落的土石下來 那這個土石量又比之前又多很多 所以說這個通車的時間點 目前還沒有辦法預估 現場工程人員也透露 邊坡坍塌後 持續都有零星的土石滑落 三號早上山壁上方更出現一個巨大石塊 不排除還有崩落的可能 因此除了會針對坍塌路段 進行H型鋼裝加固 附近邊坡也會增設地毛 要防止類似意外再度發生 華視新聞聊天 張俊慧 新北報道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 拜拜